南投下雪了嗎 這處遊樂園內的建築物 斜屋頂上像是積了一層厚厚白雪 夜淡老人陪著遊客轉圈跳舞 雖然飄來的是人造雪 但也完全營造出北國氛圍 就我覺得可以不用出軌 不用特地譬如說跑到荷環山 譬如說你看現在太陽 然後我們也可以感受到 下雪的感覺 這邊溫度OK 可以接受 然後又可以感受到下雪 晚上園區燈光一開 加上四公尺高的椰蛋樹 更增添滿滿的浪漫氣息 寒流發威 中央氣象局持續發布低溫特報 往山上走 24號凌晨3點多 玉山只有零下9.2度 荷環山頂側站 也側到零下6.1度的低溫 但水氣不足 高山沒達到下雪條件 很失望 今天水氣不夠 沒有下雪 本來是想追雪 雪鏈都租了 但是應該派不上庸場 是要等雪嗎 沒有啦 我們就要去花蓮 準備去花蓮的遊客 路過武嶺 再冷也要下車拍照 往北走宜蘭太平山 太陽公公露臉 天氣超好 但這氣溫很低 海拔是1850公尺 溫度跟山下最少差10度 現在雖然大家看到是有太陽的 但是溫度只有3度 根據氣象局資料 週六凌晨 太平山甚至只有零下3.8度 乾冷沒有結霜或出現霧松情況 但截至上午9點半 入園遊客已經超過800人 不只上山要穿多一點 週六凌晨在平地 台北 桃園 苗栗 也都測到5度以下低溫 這幾天外出一定要穿得夠暖 顧好身體 TVBS新聞檢大臣陳家貴 蘇太平洪彩倫 南投宜蘭 採訪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